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好 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在我旁边的应该是全球最大的招财小满 而它由1500架无人机组成 通过这些无人机 我们也将开启一场盛大的赛博祝福 无人机编队表演是最近非常受欢迎的表演形式 冬奥会春晚你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一个图案的呈现往往需要数版 甚至上千架的无人机 我们团队对于制作一场大型无人机的秀 一直很向往 但是光靠我们自己 真的很难完成这样的超打项目 刚好这次 圆猛之星找到我们说 有很多玩家在游戏里面放飞心愿 大声告白 希望可以用种特别的方式 把这些新生呈现出来 我们就想到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次心愿观 用无人机编队表演的方式 把大家的心愿都实体化 送上百米的高空 让几千几万个人同时看到 同时我们可以一起许愿 这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对吧 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新时代的赛博烟花是怎么练成的 我们能在漆黑夜空中看到一幅幅鲜明的图案 主要归功于这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像素点 如果把它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一个无人机的机身 有90%的部分都是LED灯 亮度足足有10瓦 在视野开阔的区域 在5公里之内都可以看见它 所以表演用的无人机 也被称之为灯光机 和传统用于拍摄的无人机不同 为了给灯光机的电池减负增加表演时长 灯光机并没有用于避霜的摄像头 也没有起落架的各种东西 取而代之的是一圈用来防止碰撞的螺旋桨的保护器 所以它会比正常的无人机要轻便很多 比如这次表演用到的灯光机 重量在530克左右 和一瓶矿泉水也差不多重 比起玉三这样的机型 足足少了365克 清了将近一半 这样轻量的机身能够保证一台灯光机 拥有长达10到30分钟的续航时间 那如果说你想完成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这里的门道其实就非常多 靠你自己来遥控那肯定不行 所以说怎么前往了深圳 拜访了国内顶尖的无人机表演团队 大摸大制控的老师呢 深入了解了无人机编队表演的幕后故事 所以这边就是秦总你们的总装线了 就你们的无人机 对的 这边是最后的一个组装成型的车间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地面上摆了很多飞机 其实我们出厂之前有很多的测试要做 包括灯光电池电压什么这方面的一些调试部分 都在这里进行 这是我们做一个跌落测试的一个实验装备 我们正在 Jesus Christ 所以这种就是平常就飞机装在里面 你们正在摔 对 好 是的 那除了灯光测试和跌落测试 灯光机还需要经过温度测试 雨水测试 烟雾测试 才能成为一台合格的表演灯光机 那在你有了合格灯光机之后 就可以开始准备一场无人机编队的表演 首先是起飞和降落 通常来说 为了防止灯光机起飞的时候发生碰撞 你需要把它们像这样 摆成横竖都间隔一米的方阵 但这第一步你想一下 这摆飞机 就很硬接啊 这必须要人来做 你需要人工把飞机一架一架地拿出来 然后摆放整齐 然后飞机降落之后 还有人工一架一架地收回去 就和年会铺凳子一样 又抽又长 而且还更赛博 但是大摩大团队现在迭代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案 我们这次见到还挺震撼的 就是赛博收纳 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收纳箱 来完成无人机的起降 打开之后 所有的无人机可以同时从箱内起飞 在距离50厘米的高度 通过机身下方的摄像头 拍摄一张卡槽内二维码的照片 表演结束之后 无人机的摄像头 就会结合内部的算法 找到最初的二维码 确认自己的位置 然后再降回去 以前摆放1000架无人机 要1000平方米左右 现在只需要200平方 人力足足减少了一半 摆放也花不上十几分钟 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相视起降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场景 像一些小型的室内无人机表演 就会更适合原地起飞摆好来表演 而我们也有幸亲身感受了一下 60架室内无人机 带来的梦幻互动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 几十架还是几千架无人机 既然是编队表演 那肯定就是团队作战 所以无人机本身之外 你还会在起降点看到三样东西 主控电脑 无线接入点 还有基准站 那主控电脑通过无线接入点 控制灯光机的起降 基准站则负责让无人机的定位更加精准 形成图形之后不发生偏移 那一般一千架次的无人机表演 会有三个工作人员在场 一个总控员 还有两个飞手 那你看到这里可能会问 为什么有些人一架无人机都飞不好 能把两架飞机撞一起 而这三个人就能负责一千架无人机 那因为无人机的路径 已经被编程规划完毕 飞手并不需要实时控制每架无人机 总控员只要按下主控电脑的启动键 这些飞机就能自行完成表演 能像这样简单的二维图案 把现状图转回为点状图 再把点的路径传给无人机 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大摩大这边老实告诉我 他们能通过二维图形 实现一个非常骚的操作 不需要任何提前设定 可以完全实时操控的空中弹幕 来 发送指令 真的假的 哇 太离谱了 假如当年皇帝看到这个 我来收你了 汗流夹背 汗流夹背了 这百分之百汗流夹背了 通过空中弹幕你可以发现 二维图形它的变化 是通过实际灯光的明灭来实现的 但三维图形要实现运动 就必须依靠无人机整片整片的移动了 只要有一个无人机走神跟不上队伍 就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倒百倒直接反撤 但是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前期设计的时候 设计师会在Blender里面 对每个粒子进行规划 每个粒子对应一架无人机 它们在空中机的间距会被严格控制在1.5米到1.8米 比如说这样1500架的飞机形成的招财星宝 放在真正的夜空之中 它会形成一个宽200 高200 纵深200米的巨型框架 和北京大裤衩差不多 比超大型巨人还大四倍 了解完无人机的图形设计 还有飞行的原理 最关键是我们到底该放什么样的画面上去 说实话 我们这次还挺谈心的 想把尽可能每个人的愿望都呈在天空之中 但事实就是 一场无人机秀只能实现十多个图案 想要做取舍真的很难 所以我想到 也许可以让每个人的新年愿望 一样出现 我们将选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心愿 前进 收获爱情 新年团聚 等等这些 把它们具象化成一个个星宝的形象 并且一一给各位送上祝福 那经历过以上我们说的所有步骤 一场盛大的赛博烟花无人机编队表演 终于可以拉开帷幕了 我们以新春烟花派对的名义 邀请了八位UP主 还有公司的小伙伴们来一起参加 告诉他们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 大家相聚在一起 欣赏一场美轮美奔的烟花表演 但实际上 我们会在他们聚精会神的欣赏烟花的时候 悄悄地把无人机编队给升空 给所有人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里就是我们公司的伙伴了 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组和我们的编导 欢迎 热热欢迎 帅哥美丽 吃得开心 怎么你们没有一个礼炮爆出来 这是你们故意设置的情节吗 我也不知道呀 咱就是说咱也不知道 好吧 那只能后期给你们加这个礼炮 到底是十秒 知情你们来看这个的话 有点磕疹嘛 哈哈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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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千五百架无人机的一个巨阵石头 看看那边 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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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大路 不然 看那边 对啊 看那边 天空是个视频 对 然后上面有弹幕 这五龙的星宝 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发表 我的天啊 这么大 这是什么 好 流星 流星 许愿 许愿 真的像城包的这片屁股 好浪漫啊 好 祝各位新一年快乐 所以感谢圆梦之心 这次帮我们实现了无人机表演的心愿 也很庆幸我们这次可以担任心愿官 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目睹了大家的心愿 被送上了最美的夜空 这些闪闪发光的新点 都是各位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景 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愿望都能被好好看见 而新春到来之际 圆梦之心也在游戏中开放了烟花雪宴广场 在那里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愿送上高空 不论这个愿望多么渺小 它都是你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份期待 一种确信 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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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